來玩這款遊戲 像素生存者 這個 看廣告就能拿喔 好啦 我可以用麥克風了耶 來 還有去廣告 而且這款遊戲還可以變成橫向喔 這樣子我應該要拍拍手才對阿 一開始就能開自動耶 有喔 在我心目中有加分 一開始開了自動 然後一開始 手機是直箱又可以變成橫向 可以自由轉換 這個也可以加分啦 那你可以在手箱那邊去進行調整 目前看起來它不會出錯 它的玩法好像是以 比較保險比較穩健的風格在做的 好啦 我手動一下看一下 鋪頭 欸 這個不能打 喔 這敵人就變強了 Disk了 不過奇怪怎麼沒有中文啦 我明明知道介紹图便是有中文的阿 astonishing 我現在開始有這個邊自啦 開自動 我們看一下怎麼邊 下面這些下 Holly 欸你看 欸他自動好像很厲害耶 好像比一般出學車還強耶 你看都沒有被碰到 好穩健的做法喔 喂 沒想到 現在 割草類型的也可以變成自動了 哇 他也知道要把怪記起來耶 那如果剛好去打噴嚏 你看他這個不能選 好啦我們選這個吧 過大 那他不能自動幫你選擇耶 所以 就算開了自動 呃 你手機還是要放著看 看一下 選個技能之類的 這個應該就是來迎合 如果你在上課的時候 偷偷玩 偷偷玩的時候啊還可以開自動 那老師在那邊懷疑的時候 你可以堅稱說 我沒有打電燈 是不是 你看到現在我都沒有損血耶 我都沒有出現個失誤耶 這個自動還算是可以啦 不過目前這樣玩下來節奏有點太慢了 如果你輸出夠高好像也不需要了 輸出夠高 就手動吧 因為你撸敵人之前啊 你也不用閃啊 不行要閃 開自動 遇到這樣的敵人 自動會死亡嗎 應該不會吧 不會耶你看 喔這個AI還很聰明喔 可以喔 不過我發現他生長是有點太慢了 好啦已經打了六分多鐘了 在這期間我只是幫他按一些 技能 他還是會噴血啊 他現在已經快不行了 欸其實在那種遊戲啊 你把它開了自動以後啊 身就沒什麼樂趣了 好不太動了啊 這已經比較割草了好不好 草割不起來啊 喔 他還深入敵影耶 啊傻子耶 這攻擊不知道能幫我幹嘛 嗯 可以幫我撿東西 那就讓他再打一陣子吧 我感覺到就是 AI啊好像會隨著時間 越長他會越笨 他目前來看啊 這兩分半下來 他的操作都是挺正常的 不過 上一場打到 六七分鐘了以後 他就越來越笨了 你看喔 他被包圍了喔 但是他還是 一任有餘 你看 他都沒有被打到喔 到目前為止 都還是挺正常的 我今天 就要把這個 逆星給挖出來 好不好 越來越多了喔 他被包圍住了嗎 也沒有喔 你看他很順利的就突破了啦 現在已經來到了四分鐘了 是不是 好 可以選擇 蝙蝠出來 好 到目前為止 我就先繼續掛著吧 來 五分四十秒 上一場是六分鐘以後 他會變成天兵對不對 他現在已經變天兵了 你看他明明可以閃了 他就堅持不閃 而且他很有節奏性的 會故意去碰一下 又去碰了 你看 他很故意耶 你看 哇 原來 AI原來他那麼聰明喔 欸他假裝欸 假裝不會玩欸 你看又跑進去撞了 好啦 本支影片就到這裡 大家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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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